澳洲采墙硬政策南民宋诺鲁,马努斯岛南民赢 澳洲过去20年稳定人道接收南民,每年约有1.2万到1.3万名南民抵达澳洲,这近今年澳洲改采取更严厉南民庇护政策。 寻求庇护者必须支付大笔费用给人蛇集团,然后从印尼搭船抵达澳洲,许多人在这段危险的路途中丧命。 巅峰时期有1.8万名非法移民抵达澳洲,在澳洲政府采取严厉新措施,阻止在有移民的船之后,人数已大幅下降。 澳洲两大政党都支持严格庇护政策,两党表示寻求庇护者搭船到澳洲的旅途危险,受到犯罪集团控制,两党有责任制止这种情况。 澳洲自2013年启动主权边界行动,派遣军队管理庇护行动。 军舰在澳洲水域巡逻,拦截移民船只,让船只开回印尼,阻止寻求庇护的船只抵达澳洲。 若有寻求避难者的船只抵达澳洲,他们会被送到其他国家的南民营,包括诺鲁和巴布亚纽级内亚的马努斯岛。 就算寻求庇护者是南民,也不允许待在澳洲,他们会留在诺鲁和马努斯岛。 畅权团体表示,诺鲁和马努斯岛南民营不适合居住,卫生情况恶劣,空间侠几,高温难耐,缺乏基本设备。 寻求庇护者无限期待在南民营,普遍产生心理伤害,暴露于肢体和性攻击的危险之中。